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那天善的星星 闪射在夜空里 长留在记忆中 孙力仁带兵以少胜多 解救了被围困的七千多人后 又奇迹般的率领新38军 撤入了印度境内 为国军赢得了荣誉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后来是这样 在1942年8月 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38时和新22时 进驻印度训练基地 翻号改为中国驻印军 开始装备美军武器和训练 10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驻印军改编成新一军 郑栋国任军长 孙力仁任新38时师长 廖耀湘任新22时师长 1943年10月 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 消灭了缅印边界的全部日军 孙力仁也因为战功捉住而获得青天白日寻章 那段时间呢 欧美各国尊称孙力仁为东方龙梅尔 把他和德军的陆军总司令龙梅尔相媲美 就连战败的日军在缅甸战后的史料上都尊称孙力仁是中国军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荣誉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宁国无敌大将军孙力仁的故事 在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呢 孙力仁的新38时回到中国境内 国共大规模的内战几天开始 当时苏联的军队已经占领东北 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军火装备给了中共 根据当时的记录 林彪接受了 枪支十万支 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 苏军还把受降的维满洲国二十万军队交给中共整编 再加上当时成千上万失业的劳动力 因为虎口也想来当兵 所以林彪的部队从当初的六万人迅速扩展到三十万人 成了共军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 这之后林彪率部占领了长春 哈尔滨 七七哈尔等重要城市 毛泽东是急于占领更多的地盘 所以他就给林彪下命令 不惜任何牺牲 死守长春 死守四平 那后来国军夺回四平了吗 你听着啊 在1946年3月 蒋介石下令 在4月2日前必须攻下四平 可是东北保安司令杜玉明指挥不力 进展缓慢 蒋介石非常的焦急 他派国防部长白重喜 飞赴东北前线督战 白重喜一到东北呢 立即重新调整作战部署 国军是士气大震 当时白重喜赴前线督战 命令孙立仁的新一军向四平发动攻击 孙立仁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攻克了四平 把林彪十多万人的军队打得丢亏弃甲 当时共军部队流传这样一句话 只要不打新一军 不怕中央百万兵 孙立仁真不愧是中国军神啊 是 那次战败以后呢 林彪化妆成火夫 随着残兵败将逃算到哈尔滨和长春 这么狼狈啊 是 根据当时的情报呢 长春有六千的苏联红军 南京国民政府怕跟苏联冲突起来 两成国际事件 所以命令国军不能开进长春 其实当时的林彪军队已经是奄奄一息 正是彻底歼灭东北共军的好时候 白冲席顶住压力 命令杜宇明进攻长春 白冲席本人呢 是赶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 你说蒋介石能听进去吗 没有 不过呢 当时长春已经攻破 白冲席向蒋介石提出 希望乘胜追击拿下哈尔滨 齐齐哈尔 加木斯 满洲里等重要城市 彻底剿灭东北的共军 这样呢 还可以乘机挥师歼灭华北聂容真共军的部队 白冲席对蒋介石说 他希望继续留在东北督战 或者亲自指挥战斗 在这种国共双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呢 面临灭顶之灾的中共是慌忙求和 中共派专来 蛊惑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这之后呢 马歇尔是八次上庐山 对蒋介石施压 蒋介石迫于压力 下令白重启 立即返回南京 主持国防部工作 不要再管东北战事 并且宣布东北停战 这一步呢 是丧失了国军的大好事迹 这样子不是前功进期了吗 就是啊 这之后呢 蒋介石把东北战事交给了杜宇明 作为当时最高军事主官的杜宇明 继贤杜能排斥压制孙力人 两个人是不止一次的发生了冲突 杜宇明甚至多次发电报 要求换掉孙力人 这之后呢 蒋介石把孙力人升为 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 这是一个虚值 所以算是暂时解除了孙力人的兵权 孙力人离开前线以后 林彪部队得到喘息的机会 国共双方军事力量逐渐的出现了逆转 加上中共在国防部的高级共谍 郭汝淮 刘培等人的破坏 抗日明将张灵甫 邱青泉 黄柏涛等人接连在徐凤 淮海战场上壮烈殉国 杜宇明 廖耀香 郑弓国等将领被俘 最后东北和华北全部沦陷到林彪的部队手里 而且当时民国国内已经经济崩溃 蒋介石是彻底无力回天 唉 真可惜啊 中华民国的大河河山就要落到共匪的手里了 是 1949年蒋介石被迫撤到台湾 私立人是满怀遗憾 虽然人在台湾 但是他一心反攻大陆 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上将军衔 但是他肩头上只挂两个星 他说 第三颗星要在反攻大陆的时候挂上 按照蒋介石已经公开的日记里写的 从1951年1月开始 孙立人提出反攻大陆的计划 极力说服蒋介石 也希望得到反攻大陆时的军事指挥权 蒋介石同意吗 没有 孙立人最终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 孙立人对美联社的记者说 反攻大陆确实是一个极危险的赌博 但是延迟反攻并不会减少危险性 他说 共党的力量外看似乎要比实际上强大 但是中华民国军队反攻后 大陆匪军将普遍起来反政 被奴役的人民也将起来帮助我们 孙立人的态度是 进攻总是一桩冒险的事 不过我们非做此冒险不可 我们在台湾这里除此之外还为了什么呢 看来没能收复大陆成了孙立人永远的心病了 就是啊 由于孙立人将军主张军队国家化 反对政府像中共一样采取正攻制度影响军队建制 再加上他的个性心直口快 最后呢 终于是遭人构陷 陷入了政治危机的漩涡 怎么回事啊 在1955年5月 孙立人就部署郭廷亮被捕 在军统局长毛仁凤的逼迫下 郭廷亮说自己是共匪间谍 引发郭廷亮匪谍案 5月28号 孙立人引咎辞职 不久呢 台湾当局以部署预谋发动兵变为由 对孙立人实施看管侦讯 爱华恩 为什么国军内部要抓共谍呢 是这样 孙立人被怀疑身边有共谍 事后证明呢 确实是冤枉他了 但是 台湾防范共谍这事儿本身不能说没有必要 国共内战蒋介石率领的国军为什么败走台湾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的间谍战 最著名的就是蒋介石身边 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乳归 就是中共间谍 当时国民党所有的作战计划 部署和行动 郭乳归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的手里 想为你想 这么一来能有好结果吗 所以国民党才处处被围被打 直到败走台湾 哦 原来是这样 8月20号呢 中华民国政府以纵容部署武装叛乱 窝藏共匪 密谋犯上等罪名 公开革除孙立仁总统府参事长职务 蒋介石指令陈诚做主任 组成九人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 调查结果提交以后 蒋介石以孙立仁抗战有功的理由呢 特准孙立仁改过自新 这样呢 孙立仁被判处长期拘禁在台中的寓所 可是他的亲信和部署都一一被查办 当时有三百多人受牵连入狱 哎 这真是孙将军人生中的一个坎了 嗯 一点没错 再来说说孙立仁将军的家庭 话说孙立仁到台湾以后呢 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可是西夏一直没有子嗣 最难受的要算孙夫人张精英了 他心怀愧疚 总觉得对不起孙将军 孙立仁宽慰夫人 告诉他没有孩子也没关系 可是话是这么说呀 毕竟人家老孙家八辈都是书香门第 现在孙立仁将军又是声名显赫 那也叫名门大家 西夏无子这事可不是一个小事 这叫后继无人啊 所以夫人张精英是存了心思 开始为孙家传宗接代物色人选 他找到了吗 哎 还真找着了 在1950年的时候呢 孙精英发现在孙府做管家的台南姑娘 护士出身的张美英是个合适的人选 他们俩的名字很像啊 是 就差一个字 有点像亲姐妹 是 最终在张精英的撮合下呢 张美英嫁给了孙立仁 为孙立仁生下了两儿两女 夫人张精英了愿以后呢 也归于了佛门 成为佛家的居士 是啊 不是什么事情都那么尽人意啊 人生啊 总是有一些遗憾 是 再来说说孙立仁管教四个孩子 孙立仁虽然软禁在家里呢 可是他也没闲着 在张美英给他生下了四个孩子之后呢 孙立仁开始把管教孩子当成了主业 他怎么管教孩子啊 孙立仁管教孩子的方式非常独特 跟代部队的方法差不多 他把桌子排成一排 要求四个孩子看书保持足够的距离 看谁太近了就上去敲脑门 当时家里已经有了电视 孩子们喜欢看电视 可是孙立仁呢 只允许孩子看新闻 了解世界大事 其他的一律不许看 在被幽禁的头两年呢 家里已经没有任何的收入 陷入了生活的危机 孙立仁就在院子里头种玫瑰 让人拿到市场上去卖 后来很多市民都知道 这是孙府的玫瑰 管那些玫瑰叫将军玫瑰 人的精神力量真的很强大 换到别人可能就消沉下去了 可他却在家里种花养家 嗯 就有军人的坚强意志 孙立仁自始至终 对国家都是一片赤诚 他有一个信念 中国安定 天下太平 所以他给四个儿女起名字 就用这句话里的字 分别叫中平 安平 天平 太平 孙立仁当年在清华语科班读书 所以他在台湾的时候呢 四位子女 有三位也是入读台湾的清华大学 看来他忘不了大陆的一切啊 是 1987年7月14号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 发布总统令 台湾地区彻底解除戒严 政治气候转暖以后 让孙立仁的旧部赶到 给老长官寻回公道的时机到了 以原新一军参谋长舒适存为首的 十位将军 发起了 应免远征军联谊会 为孙立仁平反而努力奔走 在1988年1月13号 蒋经国逝世 这之后呢 政治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2月 孙的家人联系 自立晚报记者李文邦 到孙家访谈 孙立仁案真相随即发表 到那以后呢 孙立仁案成为媒体报纸 关注的焦点新闻 要求还孙立仁清白 和恢复孙立仁将军荣誉 公布监察院五人小组调查报告的 社会呼声和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那民国政府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反应也是比较积极 3月20号和27号呢 国防部长郑维远两度亲往台中 拜访孙立仁将军 表示今后将军有行动和言论的充分自由 可以到任何地方见任何朋友 也是从那天开始呢 孙立仁结束了长达33年的幽禁生活 重获自由 当时有记者采访孙立仁对平反一世 有何感想的时候 孙立仁立刻反驳说 从未反过 和平之有 他真正直啊 是 在1990年11月19号 孙立仁将军病逝在台中 国军一级上将郝伯村下令 由陆军总部用军礼置万丧事 发丧那天 灵堂里陈设着总统保奖状和金钟状 还有蒋夫人宋美玲赠送的花圈 以及总统李登辉等人送的晚联 道场祭拜的有国防部 参谋总部 三军各总部等各部要员 民众更是近万人 是啊 孙立仁将军是身受人们爱戴的一位民族英雄啊 嗯 台湾中央研究院经过不断的调查取证 在2006年发布了学术调查结论 孙立仁谋反案查无实据 2011年呢 台湾监察院公开该案的档案 证明当时监察委员就认为 政府处罚孙立仁完全是一个错误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也向孙家道歉 彻底还给孙立仁将军应有的清白 孙立仁将军终于可以迎幕了 是 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的校使馆里 有三位纵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杰出校友 中华民国抗战将领孙立仁将军 美国将领马歇尔将军巴顿将军 校使馆永久展览孙立仁生前所用的军服 军帽 马靴 马鞭 缴获的日军军旗 毕业证书和画像 这位战绩捉住的二战将领 像一颗明亮的星星一样 永远闪烁在二战历史的浩瀚星空 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 邻国无敌大将军 孙立仁的故事 今天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为您讲述 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